问你全世界最漂亮的女生是谁呢 你的直觉答案可能就是蒙娜丽莎 这500年来呢大家都这么认为 而且好多的艺术家不停地赋予蒙娜丽莎不同的风貌 现在有一百多件跟蒙娜丽莎有关的作品来台湾展览 而且最重要的是达文西的《真机》也第一次来到台湾 台湾的涂鸭艺术家阿诺 只要一分半的时间就可以创作出金沙蒙娜丽莎 这个蒙娜丽莎是用非常特别的方式呈现的 还有主持人黄子娇身上穿的也是Q版的蒙娜丽莎 出自达文西笔下的蒙娜丽莎被许多人誉为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 500年来更有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争相描绘她的风情 比方说杜像很有名就是帮蒙娜丽莎加了胡子 让她产生不一样的看法 或是像达利或是像意大利的其他的大大艺术家 他们都透过蒙娜丽莎的形象产生对艺术的不同的诠释 不管是16世纪萨莱画的裸体乔孔达还是1930年代 弗兰雷杰的石板印刷作品乔孔达和1930年的钥匙 甚至是近代艺术家安德里亚达米的蝴蝶都让蒙娜丽莎展现不同风情 这次更首度借展出达文西的针基 言动中的圣母 全世界只有三张 那一张在罗浮宫 一张在英国伦敦的国家画廊 所以有机会把这一全世界第三张 这一张油画针基带来台湾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154件来自意大利达文西理想博物馆 以及私人收藏的艺术作品 都将在高美馆展出 文艺复兴500年来最知名的画作 让大家看见蒙娜丽莎的百变风情 中间新闻王志仁 郭碧纯 台北采访报道